第四十题 下列关于各气体的叙述何者正确 A 氧气具有可燃性 不对 我们平常的是说 氧有助燃性可以使鱼境复燃 不是说它有可燃性 所以A是错的 B 氢气的密度小只比氦气大 这也是错的 氢气的密度小是对的 事实上它是密度最小的气体 应该是氦气的密度小只比氢气大 所以选项B是错的 Z 氮气有助燃性错 氮气是不可燃不助燃的 虽然它必须要在高温之下 才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 所以猪的选项也是错的 C 氧气通入灯泡内 可以防止灯丝与氧反应 这是对的 这是我们上课教过的 有关于多性气体的一些用途里面提到的 氧气可以填充在灯泡内 防止灯丝气化氧化之类的 所以答案C是对的 所以第四十题 下列关于各气体的叙述 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雅气冲入灯泡内 可防止灯丝与氧反应